左派在觉醒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为了啥 那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 有一点辣眼睛 就像左派一直在提倡的这个气候变化 大家要注意哈 为了提高大家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非盈利环保组织专门请了一位注重环保的变装皇后 拍摄了一段舞蹈视频 这个视频的名字呢 叫做鸟儿告诉我们草地云雀之歌 在这个视频里面 一个男人化着浓妆浑身长毛 在草地里面跳来跳去 birds tell us that the world is changing that the climate is changing they sing it over us and around us in their songs and in the songs they no longer sing Will we choose to listen? I'm still here I'm still here maybe that's why we sing too as a way of saying I made it I'm still here If we hear them or not Will we choose to listen? Birds tell us There is something worth singing That hope too Is a feathered thing Perched upon the soul Singing never ceasing Giving the wings Reminding us Something so profound Can be a quiet sound This也叫舞蹈吗 看看那粗糙的大手 看看这笨拙的动作 我感觉 左派的人 也不会真的 欣赏这样的舞蹈吧 也不会真的认为 这是艺术吧 这个东西 从头到尾充满了诡异 整个视频里面 最好看的就是那个蹲在草杆上的鸟 那么拍了这个视频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关注气候变化吗 这真的好看吗 除了给现在政治正确的变装皇后 一个舞台以外 我实在不知道 做这个东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和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组 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吸加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 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 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到 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